哈囉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呢我想要介紹日本的巧克力給大家 待會呢 大家會看到我和我一個就是很愛吃巧克力的朋友 然後呢他會推薦他覺得非常好吃的巧克力給我 然後呢 就是還有就是我們沒吃過的巧克力 然後我們待會會一起試吃 可是在那之前 在這之前呢我想先介紹來日本玩的人們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買巧克力的話 你要買什麼樣的巧克力回去 然後呢我上了淘寶網看了就是 就是最人氣的巧克力有哪些 然後想必就是最人氣的 就當然是最有名最有名的Royce啦 那Royce的話我沒想到Royce會想到什麼 就是他的第一個 他生巧克力非常非常有名 在淘寶上就是賣的非常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養魚片巧克力 這是Ray非常非常喜歡吃的 所以呢他來福剛回去的時候 然後就也買了一些回去 然後第二個有名的當然就是白色戀人啊 就是白色戀人我從小 好像從小對白色戀人這個牌子就有印象 然後你實際來日本之後發現 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很像很像的東西 就大家就是比如說你去熊本玩 你就會看到熊本戀人啊 或者一些什麼什麼別的顏色戀人啊 紅色黑色戀人有嗎 可是就是你在日本很多地方會看到很一樣的產品 可是你真正要買真正的白色戀人的話 就是到機場去買就是最妥協的 最方便的吧 然後呢 最近呢 帆船巧克力非常有名的那個帆船巧克力 他出了很像白色戀人的巧克力 就是他外面是餅乾 然後裡面就是裡面一片巧克力 然後有出就是一般的口味 還有草莓口味 還有很多很多別的口味 我覺得那個我也蠻喜歡吃 所以剛剛講這兩款呢 就是基本上來說 就是在機場上買到 還有一個就是裡面包草莓的 什麼六花亭巧克力 就是也是很有名 在這三款呢 基本上在機場上都可以買到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想在機場買 想買一些便利商店的東西呢 就是有幾個 就是也是必買的 那就是什麼呢 第一個 就是森永的 Creamy Cream巧克力 Creamy Cream巧克力 那個在淘寶上面有 不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我同學吃過 有時候非常的好吃 就如果你有這個系列 之前在台灣也有出過 如果你對這系列有興趣 也可以買回去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我想講的就是呢 大家一定一定都吃過的 KIT KAT巧克力 KIT KAT 這個KIT KAT 在日本呢 就是每個一個時間 就會出一個很新很新的就是 口味 就是有一些什麼 冰淇淋啊 哇沙比啊 然後什麼 cheese cake啊 什麼口味 都有出 然後呢 就是我覺得來日本呢 你可以買一些就是 從沒見過的口味回去吃 當然除了這些就是榜上 很有名的巧克力之外 還有一些很基本款的 還有一些 美吉啊 然後森永的 還有什麼DARS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還有一些Pokey啊 of course Pokey 對啊 就這些巧克力也是就是 很基本款的巧克力 可是就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口味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和我很愛吃巧克力的朋友 就去超商逛了一回 然後買一些覺得不錯的巧克力 我來試試給大家看吧 嗯 很有名的翻船巧克力 然後我是覺得 在這個價格上這個是蠻好吃的 而且它是有餅乾的 所以對於非純巧克力愛好者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它有很多口味 這不光有 有黃油 白的 黑的 它有草莓和抹茶口味 我比較推薦抹茶口味 我覺得這個是評價巧克力裡面 很不錯的 就是它的巧克力 它的可可的味道很重 然後它有很多很多口味 然後那邊 它每次 而且我覺得它是很小巧的盒子 而且一般是在旁邊 就直接撕開 像其他的 就比如說這樣類似 然後這個是這樣子打開 所以是一個 我自認為女生覺得 比較Q的設計 對 你覺得設計 會讓一個人想吃巧克力嗎 我是覺得每次 就會讓一個人有好感 好吧我試還好 我是覺得這個牌子是生巧 生巧是 不是說是巧克力沒熟 而是加了生奶油 或者是其他可食用液體 10%左右 或是超過的 這樣的一種巧克力 然後它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 因為我本人吃過它的抹茶口味 它屬於評價裡面 真的還不錯的生巧 這個親情推薦 真的是 就是 100分的1萬分 這個是 我有一次買錯 以為是巧克力 然後 後來發現是真的很好吃的 你不用冰凍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純度很高的 起司 上個月我看廣告 上週我看廣告 然後跑過來看它有 它巧克力味真的很濃 而且它就是 Double Chocolate 它外面是兩層巧克力夾心 而且裡面有三小包裝 我覺得很適合 三小包裝 對我覺得很適合拿出門吃這樣 然後它外面是 日本的那種 然後裡面是巧克力 對於那種喜歡吃軟軟的感覺的人 我覺得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裡面是純巧克力 這個牌子 就是這一個系列 都是我覺得很適合選擇困難症的一個系列 因為我本人就是喜歡吃巧克力 但是我每次都不知道吃哪種 像這個它是有 它是每一排是一個味道 然後 香蕉 真紫 Nuts 然後杏仁 然後草莓和咖啡口味 然後像這個是對於 就是你濃的和淡的都會吃的 就是有四種不同的濃度啦 對 就四個願望一次滿足 對 然後就是小小包 然後你不用花四個的錢 就可以吃到四個口味 這樣子 超多巧克力還有冰乾的 然後呢 今天我們就是要試吃 就是其中怎樣 不是其中怎樣 全部試吃 全部試吃 然後呢 就告訴大家 推薦的到底是什麼 喜歡的到底是什麼 好 所以我們要先吃 Choco Pie 然後這個Choco Pie 就是跟 然後中間大部分 是抹茶的Cream 這個起司口味呢 其實我平常沒有在吃Choco Pie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 平衛的標準是什麼 可是 其實我也沒有很重 我覺得其實我也沒有很重 可是是好吃的 不會說特別的甜啦 還可以 我覺得配飲茶剛剛好 對 第二種口味 美日的奢侈 美日的奢侈 好啦 美日的奢侈 38卡 這是我見過唯一 包裝裡面只有一個 一條的 一條的 我覺得真的是蠻好吃的 而且好健康 這好吃 它抹茶味道還蠻重的 我是覺得 這是我現在吃的 就是這麼好吃 就是很像 就是抹茶口味 然後上面還有那種Cereal 好 接下來就是 Mochi Mochi Choco Mochi Chocolate 好 打開它吧 它包裝是兩個這個 我們就來吃看看吧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Mochi 我覺得外面軟軟的 裡面是唇香黑的 就很好吃 我覺得有點黏牙 我覺得有點太黏牙了 這個Mochi本身就會黏牙 但是可能因為 因為它裡面完全不軟 一般Mochi裡面的東西 就比如說草莓味 藍莓味 裡面都會是軟軟的醬而已 因為它就是巧克力 所以 有點甜 等一下可能最後大家看到 Ryu暈倒 可是裡面的巧克力是濃的 濃的 就是完全濃的 好吃的巧克力來的 好吃啊好吃 這是有點甜 然後這是Fran Latte 然後呢聽說網路上查的 蠻好吃的 然後它上面寫說 如果你開吃的時候 最好是不要吃這個 哎唷 感覺就很濃喔 那我們來吃看看吧 喔 裡面有酒 裡面是有蒸的 大家看得到嗎 裡面是有蒸的Liquid在裡面 嗯 酒味有點大 對酒味有點 欸我覺得這個好好吃喔 可以看出個人喜好的不同了 對 就是Go for alcohol的在這裡 3.2% 3.2% 我覺得這個蠻適合男生吃的巧克力 因為它沒有很甜 我覺得男生好像不喜歡很甜的東西 那就吃一塊好了 在我講話的時候嗎 就是我是覺得女孩子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酒精的味道 我覺得這款可以把它死掉 但是我覺得這款是好吃的 嗯 因為它的酒的味道也沒有很 就是蠻好的酒的味道 來囉 有沒有看到聖誕節的氣氛 這種方方的孩子 我個人覺得很可愛 我是個人覺得還好 還好 它是每個裡面一小塊 所以我覺得是評價送人的好東西 它外面是巧克力 然後裡面是抹茶巧克力 巧克力蠻濃的 是很濃很濃的巧克力的感覺 嗯 然後它抹茶味道也蠻重的 還是也偏甜 我覺得偏甜是偏甜 我怎麼覺得偏甜 我怎麼覺得偏甜 現在Liu已經進入了一個死去玩 我真的不要再吃下去 我真的因為底部吃不太甜 對啊 可是這個 這個味道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它抹茶味道也很舒服 讓你覺得就是抹茶讓你沒有抹茶精 就是那種色素的感覺 讓你覺得是這種茶葉味道的那種 對啊 這是我們唯一一款生巧 然後它是像剛剛說的生巧裡面就是有加其他 所以這個是煉乳加上羊酒 釀成的方塊巧克力 有人的外表 精進的內在 味道 這次好得很累 好得很累 OK 你看它上面就是有 啊!白色的粉末 對就是這樣子 生巧一般都是 就是那種很容易感覺 因為很容易化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軟 我看到Liu整個人縮起來 很軟 你覺得甜嗎 我覺得還可以 沒有到很甜 你覺得很甜嗎 當然是甜的啦 是巧克力嗎 對 但是有 就是很明顯的牛奶 就煉乳的味道很重 嗯 是濃的 這是Liu的第二杯咖啡了已經 好 接下來我們走健康目線了 脂肪吸收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巧克力 好裡面是長這樣子 很健康的方塊 欸!甜嗎?不甜 是啊 這是我目前吃起來最舒服的一款 因為它健康 然後沒有什麼太大的味道 欸!我覺得 我覺得你還是有巧克力味的呢 但是它是 我覺得這盤巧克力 它是 就是素巧克力 就是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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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好!接下來是 STARS 金裝版 啊!對啦!它 它就是有這種可愛的包裝 我也不懂這是為什麼 小女生 一花心思就會覺得它很可愛 好 這是苦巧克力 吃出來嗎? 還是你也覺得 天啊 那我也是很醉 我以為你的巧克力麻 好慘 對啊!應該是苦的 然後是濃的 濃的 嗯!我覺得它就是 它價格真的很實惠 然後它又是 很濃很好的巧克力 我覺得 對!就是一般大眾 大家就會買的那種 還有一個是很健康的 身有益生菌全麥巧克力 哇!好像來到了某個 中國的那個廣播節目 欸!真的欸! 它聞起來真的有那個血球味 嘿嘿嘿嘿 就是有那個菌在裡面喔 它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煙脈 你看看出來 就有香 這個可以當那種零嘴 好吃 這個是可以當早餐 喔!終於以為它說好吃了 我感到 表示很開心 這是好吃的 雖然那個剛開始那個 邪臭味 你放進嘴裡的時候 我有一個 嚇到我感覺 可是等一下裡面煙脈很好吃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已經一路累積 吃太多巧克力 我現在覺得 吃這種燕麥就很健康 然後裡面的燕麥也很好吃 好! 今天最後一位參賽選手 小池 然後它裡面是一包一包的這樣子 然後說為什麼叫小池呢 因為它很像素池 然後裡面也是 燕麥喔 現在利用只要吃到燕麥 成員就很開心 我現在燕麥就很開心 這是不正確的 好吃嗎? 專業的 評審微小組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沒有很甜 不是嗎? 不甜 媽 不甜 對啊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的包裝 我覺得 就 還蠻適合送的拿 或者是帶回去的 好! 所以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囉 然後這是我的朋友 我都還沒介紹它 它是從新加坡來的中國人 然後呢 它名叫做丹 然後呢 它之後呢 這個學期就要回 結束之後就要回去了 對 然後呢 很謝謝它今天陪我一起買巧克力 一起撕巧克力 因為沒有它的話 我根本對巧克力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就很謝謝它可以 就是跟我一起介紹 就是日本好吃的巧克力給你們 如果有喜歡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comment 然後我會開心 有話要講嗎? 很高興可以吃以致用 因為我們如果有好事 在下面推薦 我會努力去吃 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囉 好 掰掰